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松峰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律师 今天是Airvine的黄先生问 也是跟家有关的 他说他是买家 在洛杉矶投资房地产 他投资买了一个房子 因此常常进行房地产交易的投资 每栋房屋买了以后 他都会先装修 他的室内设计这种装修师 都是房屋仲介介绍的 结果黄先生最近发现 他的仲介都有向那些室内设计师 跟工程的这些人员拿回扣 那非常的深情 请问在美国拿回扣是合法的吗 在美国拿回扣要看你是谁 然后你这个回扣是怎么做的 好比说是我们是 工程的话是会计师律师的合法 我们在法律上面是不能拿 referral fee 介绍费或是回扣的这样子 但是要拿的话只能跟同行拿 而且必须要让客人知道 不单要让客人知道 而且我们还要让客人的 跟他的合约是说 因为我有拿介绍费 我拿介绍费你的律师费 你的会计师费没有给你多加 好 OK 都要解明 对… 非常清楚的 对 那有些万一是说 对方是不会英文的话 你还要他initial 就是说他知道说 知道这个事情 对…是非常重要的 那假如是中介的话 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管的方法 这样子 就是说中介介绍给中介的话 哪一个referral fee 介绍费是可以的 但是万一说中介 他介绍给比如说装修的 或者是改建 contract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这些人 在给他回扣的话 对不对 这个东西往往 是不是那么正规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 界定 问题就是在哪里 什么是回扣 对 我万一今天送给你的红包 中介节我给你一个红包 我送礼啊 我送礼 这不是回扣 我万一今天你小孩需要 需要买什么东西 我帮他买 几千块几万块 或是说你看到我有个包包 两万多块的 你说这包包很好看 我下次给你这个包包 这也在法律上面很难去讲 这样子 那如果是真的真金白银给了退 比如甚至来出了就是 是一个referral fee 这样子是不是就在法律上 是不允许的 对 黄先生就可以起诉在那个… 那个仲介 在这个加州仲介协会 realtor association 可是如果在以华人的这个… 我给个介绍费 对 好像是明摆的讲的 你如果叫我keep back给你 我要谢谢你介绍生意给我 对 这个是大家合理的啊 对 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 假如是要这么做的话 你最好是要让客人知道 就是说这个是某某人介绍给我的 那因为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standard 我给他个红包 这个小意思 客人听了也会觉得说 你有跟他讲的是实话 这样子 那还让客人知道啊 我是觉得会是比较好 因为你不要到客人到处来起诉 发现呢 发现 对不对 因为客人发现这些是 你有拿回客 或是拿这个介绍费的话 对不对 而且就是他…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事实你多给我加了什么 对 对 工程品是受了影响 透工减料 所以基本上地产的agent 或者realtor的 他们基本上是不可以拿 任何的所谓的referral fee 在他们管他们的realtors association 是不能拿 不能的 从一个non-agent non-broker是不可以拿的 OK 但是 again 这个referral fee 非常的定义 非常去难 难去定义 我刚刚讲的是送礼 送礼就没很难认定 非常困难 招待你去旅游一趟 对 对不对 不过像说这个黄先生 他的中介的话 对不对 万一说跟什么设计师 这contractor 都有在拿回扣的话 对不对 那这时候黄先生就想要知道 说 会想要说 是是因为 这些给他 给这个中介的回扣 然后我的… 价钱变高了 价钱变高了 这时候 这也是合理的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他也是有办法 可以在加州的中介协商 协会这边 协会这边 对不对 可以最少投个状 OK 等于说不去… 等于是去… 留下一个 bad record 对 检举一下就对了 可是多付的钱就没办法了 多付的钱… 醉不回来了 很难… 就是不可能就说 你就给我工程款打个折吧 也很难 非常的困难 对… 刚刚讲到说 因为行业别啦 所以律师不行 会计师不行 房地产agent不行 还有哪些行业是 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可以的 所以也许 未来观众们接触到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 我要很清楚地 去保护我自己的权益 是 我就只要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的话对不对 这律师是管得最严的 OK 反正是医生 没有管得那么严 我就要问医生 对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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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錢的話 你搞不好是因為 你送錢的話 我搞不好是給你付廣告費 我幫你 Co-op 或者是說 有些大的藥廠對不對 他們就是說 我放這個Stand 我就付一個租費給你 他就有一個說法 因為付你廣告費 對 所以醫生的話 反而是跟藥廠的話 是沒有那麼 管得那麼嚴格就對了 但是管律師的話就是說 你一定要讓客人知道這樣子 但是比較多的問題的話就是中階 因為現在中階拿回客或拿refer fee比較多 我們知道說公家機關是絕對不可以的對不對 那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常常有說 接我們蓋房子 叫infection 要來檢驗什麼的 那聽說他們管得非常一個 就包括連吃頓飯都不可以 你給他杯水他都不能拿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說他有任何的 就是公司 政府 機關的權利的話 他都不可以拿任何的利益 這樣子 你喝杯水 因為我有碰過 是嗎 真的 對 他來的時候 你知道你很累 我請你喝杯水 不用 我自己有帶水 你完全不收 真的啊 對 真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哎呀 今天這個打好關係 什麼意思啊 不盡人機 對對對 對對對 他這不可以 那也有說這個送禮不能超過25塊錢 這個說法是什麼 送禮不能超過25塊錢 是因為稅 這個會計師講說 要報稅的時候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gift time 不是說因為有規定說 20塊以內是合法的 因為報稅的 對 賄賂 賄賂 你本來講超過25塊錢叫賄賂 對 以下就不是賄賂 是人期 結果是為了稅法 所以大家不要搞清楚 因為美國真的是對於這種 好像比亞洲更兇 對 沒錯 而且就是說 你就是說 中介的話對不對 他拿回扣的時候 他會把整個industry 整個一個民主 就是一個spot 對 都帶壞了 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會跟 也有很好的中介 跟我們一起合作對不對 但是往往就是說 好比說 離開南加州以後 離開紐約的話 就是華人沒有 那麼多的時候對不對 這時候就是說 好比說 你去比較主流的社會對不對 有些人對這種 華人區的中介看法 感受不好 這感受不好 但是你萬一是一個 很hardworking的話 你真是做很成功的話 而且是很辛苦 做成功的話 你會被旁邊的人 給拉下去 就是那種刻板印象 怎麼樣怎麼樣 對 都是這樣 對 所以大家要提升自豪 對 真的要為了自己的專業 多保護一下 對 好 謝謝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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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對商法有任何疑問 歡迎投稿至新島日報 equals 帶屁服 studios 我們下次見